我會 坦克 3 2 1 投彈命中 烏克蘭多個旅陸續公布攻擊畫面 有殲滅俄軍藏身據點的 也有炸毀俄羅斯軍火庫的 就連烏克蘭國防部長 都一腳跳上坦克車 反攻 蓄勢待發 烏克蘭防長列斯尼科夫親自試駕 還測試火炮威力 只不過這一輛並非是來自歐美軍員 列斯尼科夫推文稱 正是在烏克蘭研發的 T-84 Upload主戰坦克 後續將和暴飾挑戰者等主戰車 搭配作戰 那麼歐美軍員的坦克 到底在哪裡 笑咪咪的助烏克蘭反攻順利 澤蘭斯基在開戰後首訪柏林 就迎來德國送的大禮包 德國總理肖茲所謂支持的具體內容 就是27億歐元的軍員 包含了20輛的雕屬式裝甲步兵戰車 30輛的暴飾一型坦克 15輛的獵豹防空戰車 200架偵察無人機 另外還有4套Iris-T防空系統 這樣還沒完 白天在德國 晚上在法國 澤蘭斯基可以說是上個週末 歐洲最忙禮秀 鞏固德國軍員之後 在法國馬克宏也在宣布要提供 包含AMX-10RC在內的數十輛裝甲車 以及輕型坦克 而這一趟歐洲行最後秘密加訪英國 英國是出動了軍用直升機 把澤蘭斯基直接送到英國首相 蘇納克的鄉間居所 開門見山說要援助 英國在日前傳出提供了風暴之影 巡弋飛彈之後 現在又說要加碼長城無人機 要讓俄羅斯徹底潰敗 杜絕後患 也因此這次大反攻 烏克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而在烏克蘭隨時猛攻的心理壓力之下 俄羅斯似乎先自亂陣交 俄國官方說在巴赫姆特撤退是策略之一 但是馬上被瓦格納打臉 更罕見的是俄國國防部承認有兩名高階指揮官喪命 一個被炸死 一個在撤離中身亡